嘿 歡迎大家回收看吼芬斯的遊戲頻道 我們今天中午又要給大家帶來新的 英雄Lender 鐵十字對戰轉播 那今天這場比賽是由 Captain Link 林克投稿的 然後跟這個ASD546一起組隊 那對到Aegean還有Jordis 25 東西得對到雙美軍 雙美軍的勝率應該不算太高 但是就看一下他們的連隊分配 因為必須說啦 蠻多線上統計數據的雙陣營組合勝率 不要像雙蘇聯那麼誇張的話 通常不一定會是陣營本身的缺陷問題 有的時候也單純只是說 他的陣營高概率配合到 不適合的兩個指揮官在一起 那美軍的話算是 我覺得他指揮官選對了 還算是可以玩 雙美軍反而對到雙東德勝率可能低一些 就是如果真的是多對多的情況下 在多人環境裡面的G1守海 跟M2靈海對比下來 M2靈海成功的機率是稍微低一些的 那 這邊 出擊工兵想要搶戰建築已經被CAPTON LINK阻止 所以 目前看起來還是有機會淪陷 因為 利亞熊破血已經算有點快了 但只要這邊消掉的血足夠多 就算這個建築的RNG對你不太有利也還好 真的最後兩個人跑進去 三個人跑進去 只要他是殘血的 他還是蠻快可以被射走的 只要不要被撐到跟國民彈換手 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是不是還好 那LINK這邊有留下他的殘血的 瑞亞適用機會做暫點 我們看另外一側 另外這對到東德稍微會難打一些 這一側對於美軍來講也是比較 不樂於見到的 就是 這個希德作為這個油料的進攻車 如果希德作為油料的防守車的話 通常對德軍不利一些 這一邊的油料對於右邊的陣營來講 是比較靠近 所以希德如果是左加 然後東德是右加的話 這個分配會 非常不利 那像這樣的話是比較好 MG來不及鎖定到目標 嘗試噴了幾顆子彈 但是護槍兵已經走出範圍 現在剩下三個步槍一整隊的這個 子彈兵要阻止 難度還是有點高 兩個模型 硬架射 最後的三個模型還是選擇撤退 沒有死拚到底 還有三個模型 血量還算健康 所以其實死拚到底成功的機率也不大 這邊大部分的子彈兵的血量都保存得非常完整 可能美國的火力已經是幾乎集中在MG4的身上了 最後交出了一個火焰雷才驅散這座建築 代價有點高啦 因為這座建築說真的 這個三扇窗是真的很強 所以 不太 不太能夠承受三把Brand的火力 如果真的是這邊的話 這個一扇窗基本就只剩下MG有用 想要在火焰彈的持續時間結尾的時候去搶一下建築 但是 還是被護兵走進去了 現在直接從另外一側跳出來 近身肉搏 國民彈沒有辦法支援這一側 所以這邊的國民彈應該是會輸 被集火了 沒有卡模型 撤退應該可以順利 這場邊可能不要留下來站點會比較好 因為希德這邊只退兩個國民彈的話 他下一波的組織還是有機會 有足夠站立的 所以 其實這樣的站點人手是很夠的 這個剩下兩隻的其實可以提早退 那這邊越過馬路想要去欺散這個突擊工兵失敗 因為人手不足 其實就是 把 剛才行動的這個獲利的 終點設定在這裡其實差不多 提早回去提早撥人 這張地圖有幾個條件你會希望攻超過這個點 第一個是能夠成功奪取彈藥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希望在這邊爭取埋射地雷的可能性 那除此之外的話 大部分的情況下後續的這兩個點進攻價值非常的低 所以除非橫渡馬路橫跨馬路去奪取彈藥的戰力差距是存在的 不然 直接把這個 目標設定到奪取這個點為止就夠了 大概就是你可以開始控制一下你的護隊粉培回家去增援的時候 這邊槍榴彈命中打掉三個模型 美軍在左側看起來是苦戰 那右側的話油料點鞏固不錯 但是交換的人力算是互有往來 希德的損失應該稍微重一些些 希德目前為止投入的總支援量並沒有比較高 即使加上這隊NG30 因為美軍這邊也是蠻標準的 三部槍又接了這個 稍微 破砲的話 就會讓他的前期投資 是比 就截止到T1.5的投資是比希德要重 記得解鎖科技有可能會走步兵炮 但就要看他T4有沒有辦法鞏固住這個區域 步兵炮最適合就是加在這個 建築的周圍 是步兵炮還是AA車呢 沒有資源 希德什麼都沒辦法出 但油料的話他要選擇AA車也是可以的 但太晚了 米軍兩邊都沒有選擇M20 所以這個22有點有事無恐 那 空降臉是已經選取了 搭配空降臉的話 弓兵現在可能稍微晚一些 但是如果後來是為了Wolf Ring跟這個 240流泡戰目的話 還是可以用 但是步兵應該是好一些 4級中兵有危險 但是運氣不錯 空降下來了 剛才這個距離湯博森打還是會痛 OK 不行掉框框 現在STG44 國民彈的STG44中距離很痛 最後還是被步槍點掉 國民彈的STG44比較小看 到這個距離都很痛 都還是有傷害 跟PGA是完全不一樣的參數 損失哨衛是有一定的影響的 哨衛在解鎖煙霧彈 但解鎖手雷的情況下能做的事情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哨衛本身在 如果你解鎖這個 步兵連隊的話 他也是可以扛1911 1919的A6 所以 是 多這一對步兵其實差距蠻大的 尤其是軍官高階之後 有這個快速部署到第五角落的能力 用武林機的穿甲彈 嘗試擊毀兔兔兔失敗了 代價不大啦 這個15彈藥 遠比手雷便宜 美國的步兵砲 進場之後 栽在建築附近 必須說美國的鞏固這個建築的能力 可能是稍微差一些的 不過他也安排了額外的反彈砲 所以還算安全 ASD目前這樣子沒有辦法取得 實際領地上的優勢的時候 他就是必須要追求較好的交換點 那 配合 這個 PFinder 加上武器組 是有可能做到的 這 衝擊就是PFinder的 偵查要非常到位 而且盡量不要參與戰鬥 如果PFinder被打退的時候 你的優勢就都沒有了 所以不要為了讓他現身去點幾個模型 就 失去這個主動懸吊的優勢 如果 他能夠盡量不要被發現 或是能夠不參與戰鬥 用這種 小規模的衝砍 用 用機槍偷打 用這個 步兵炮偷打的話 能夠發揮比較好的效果 武林機配合 這個PFinder的效果不是特別強 因為武林機單體擊殺步兵的能力算是比較高 跟這個 跟這個維克基還有 Dash卡類似 他的傷害比較不喜歡分散到各個不同的模型小 那如果像是MG42的話就比較好 像這樣子 被打退之後 代價就有點高了 尝試騷擾過勝利點 那 沒有救護車 這是非常不好的流程 ASD這個流程有一點偷 我以前也常常這樣幹 但是 基本上我現在是蠻認同 說 美軍不出救護車是有問題的 這個 評判方式 在一定的階段以前 是有機會的 可是 現在已經是一個要上看少校的階段了 再沒有救護車是說不過去 你是不能夠 你是不能夠扛著這個 油療跟人口的 組成的情況下去不出救護車 這人力損失太大了 像這一隻 像這隻完全殘血 才過來而已一下就倒了 然後這樣子28塊 照這個血量看沒多久又要再死一隻 沒中 可惜 我們要看一下救護車佔多少人口 救護車佔2人口 那 這個 有一個 做法 好 一護兵可以下車 去隊友家 然後 這個可以用 瑞阿熊 補上 那 瑞阿熊 還是比 救護車便宜一點 但是一護車比救救兵 救兵比一護車要爛 你也可以把救護車開到隊友家門口停好之後 油兵下車撤退回家 然後 讓隊友自己把救護車點掉 然後 一樣 這個派派的太早參與前線戰鬥 他應該留在跟這個 卡普騰在一起的地方 然後在 交戰的時候 情況不利的時候 來班德里友先拿好走 好 就是有測息的可能 現在 Rifleman就定位了 威脅稍微小一點 但Rifleman能夠撐多久這個問題 把槍口彈選擇用在武林機上 這命中率比較低一些 可是命中的話 會有非常 致命的結果 武林機的組員不夠 而且站位同樣悲劇 哇 這工兵的命很大啊 這樣還活下來 會發目前九殺三星 戰功顯克 有人抓到MG4的撤襲 沒有 撤退 沒有撤退是個錯誤的做法 美軍的火力 是沒辦法讓你這樣撐的 這個是一堆動員兵就算了 還好 最後沒有滅 但 那算是他命大 正常來講自己不滅 的 國民彈 Blob 算是幾乎link這邊沒有出壓制平台嗎 有啊 那他還敢Blob 哈哈 武林機 陣地果然壓死國民彈了 嘗試用不拚炮的煙幕 掩護站點 但是已經失敗了 太晚來 就這煙幕的發射方向的話 這邊應該是最好的位置 這看起來有一點想要 掩護 撤襲 但是照這個機箱部署的位置是不太可能 ASDK第一台雪曼進來 在這之前是有出救護車的 但還是稍微晚了點 好 德軍 像是 有嗎 對 有 有像是 那 希德這邊是選指揮爆還可以理解 如果隊友有像是的話 但他沒有確認隊友選了像是美 這件事情是 不太理想 這樣地圖指揮爆也不是不能用 至少對到美軍你不用擔心 有ASU52這類的鬼神奇 所以 其實 這次未必一定要有像是 但有像是會好很多 德軍東德的油料還在比爾 這邊是直接下T4 所以有機會看到 直升輝雄 這油料差不多 現在缺人力 東德缺人力的問題會蠻嚴重的 因為他現在還甚至一度升級到4子彈兵 在面對這麼多的間接火力的情況下 使用4子彈兵 不是太理想 但是 PG會好一些 因為 子彈兵你沒有G43的話 這個 輕機槍的火力幾乎是很難發揮的 在步兵砲持續的轟炸上 那美軍這個走1919的時候 護兵砲也是可以考慮兩隊 只要他對方的護兵真的太強勢的話 好 蠻奇怪的 JJs幾乎不使用 滲透雷 回雷比較貴 滲透雷比較便宜 雷炮的高爆彈幕 哦打民眾 厚厚厚厚厚 差一點被AD打退 差一點被MG打退 雪曼有機會爆炸 地面射擊 這個高低差 命中率有點低 因為 這邊是高地 炮彈是很低挖地挖的 地面射擊不太容易穿過去 破壞的危險 模型的位置蠻密集 真的差一點點而已 兔兔還在死撐哦 左線的德軍優勢明顯 縮小了 就在他憋 灰熊 然後美軍出雪曼的時候就扭轉 其實我覺得跟他自己出太多的子彈兵也有關 他子彈兵不出的話 他的灰熊其實是可以相對準時 傑克森這邊對到剛進場的四號 算是 正常來說算是蠻優勢的對主 但現在這個血量太劣勢了 機會斷退 配合只有一管的火箭筒 至少鋪拼是壓制住的 但是只有一管的火箭筒 要對到4J來說 穿透力有點堪憂 4號打錯人 這邊的煙霧成功的隔開了壓制 讓國民彈恢復 這邊的STG4是直接就有4把哦 稍微應該是撐不住 最後一發 哎呀彈彈 還好這邊又重新壓住 但是還是扛不住4號的火力 這邊嘗試發射槍榴彈 進到範圍鎖定住 OK機會 這代價有一點高 甚至還損失了一隻武林機 但至少沒有被對方撿走 那 4號換捷克森叫 照架來看的話4號賺 那更不用講看 連帶造成的這堆固定血池 不要用 雪曼達揮雪 不太好撐 3號換捷克森叫 這個 3號換捷克森叫 這才可以 動作 這才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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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中了 Gergeez對到 剛才的國民彈損失之後 他現在是決定要轉 Over 還算可以理解 那但是 補上一對Stunnel Feature應該是不錯啦 就是比起大量的步兵 他不如用Stunnel Feature提供的技能 想辦法讓少量的步兵可以運作得更好 現在看起來 剛才補Overlet的決定是錯誤的 應該直接叫 準備直接叫指揮爆 或是剛才出一次好 他這樣的人力可能會不太夠 對 現在滿是彈坑的環境 配合這個StG44 是還不錯的 MG34 成功壓制美軍 但破砲非常的近 分得的BOOM貝爾一星了 這致命性是大大增加 這30彈藥的能力強到靠腰 基本上你的反彈砲或是這種炮陣地 我一直被找到的話 一輪就直接去 捷克森上來協助驅散BOOM貝爾 新進來的傑克森 還沒有進他的4號 也是一個大失誤 4號應該取消掉直接叫指揮爆 他步兵炮可以撿回來的話 4號應該要換指揮爆 因為反步兵正常來說是要夠的 他有機槍他有兩隊歐巴 然後隊友又有BOOMBEAR 這應該是要去了 還好沒有架炮架炮必死V 火箭筒差一點打到A車 看行為 嘗試做地面射擊被長點無限擋掉 美軍步兵這個星數如果真的都三星之後 夭龍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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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 你跑到上面去的時候 不能說被撤襲死亡的機率很大 但是你一旦想要出來幫忙的時候 你被撤襲死亡的機率就很大 你龜在上面是沒問題的 因為這上面很好撲黑 但你一旦想要嘗試協助中場 或是下面發生了戰鬥的時候 你像是被撤襲打死的機率會高到暴龍 所以這不是一個很好的進場方向 最好是盡量是能夠控制這裡 就選擇從這裡 像是還是選擇開到自己基地的這一側 這邊也還可以 就是我說不要太上去的話 你待在這個屋子附近都還是可以接受的 我都放了 只是沒有在下面 結束生剛才是沒開進的 你的炮彈看起來挺白的 Boombear差一點去 哇 哈哈哈哈 最後是被擊落的飛機 被擊落的飛機撞死Boombear 本來火箭彈是不夠打死Boombear 我的靠 這也太衰了吧 小戰車沒有步兵前倒自己先衝 甚至少雷器都沒跟上 那美軍這邊應該是沒有機會看到Chris 雖然說是已經用步兵聯隊打了一陣子 還是選擇更OP的Scott 哈 Scott真的是萬年改不好的單位 但現在還是比以前好多 只好被逼退 喜德的壓制平台還是稍微輸美軍一截 而且武林機跟NG34真的是沒有個比 Cooker嘗試投雷被中斷 哇下一發 OK沒中 血量很危險 幫Racken爭取到了額外一發的機會但沒有打死 之前這段節目期間內 我們上一次玩了非常多的Gaze of Hell 我們上次的地獄 我們上次的地獄之門 然後現在看英雄的那個畫面都會感覺 這個二戰遊戲是哪個風大盡在我們 東西都很大 畫面都很靠近 不然都是他細緻的地方 那動畫遊戲畫面就是做得夠漂亮 所以才會有辦法拉緊看 像Gaze of Hell這類的遊戲拉緊的時候 然後那個人物的動作都是很僵硬 像是被打到剩一半血 維修的話以向式的標準 至少要在這裡才安全 不要小看這個美軍的 1919A6 這個三菱雞是 有接近MG42的活力的 他們參數稍微有點不一樣 可是基本上性能是差不多 所以他遠距離的總體表現感覺沒有 沒有子彈兵那麼強 是因為 那個M1步槍在遠距離的表現沒有卡 就拉好了 這個時候下閃兵其實 不是太好 但 德軍BOOMBERG剛死 確實有空中型 但之後補上的時候 你閃兵又是一個人力陷阱 沒有太多東西可以打 那如果真的要補閃兵的話 直接回家扛桶子應該也是 比較好 會比 會比這個時候拿桶子的閃兵 會比拿清機箱的稍微有用 閃兵的桶子跟這個 遊記兵的桶子打4號 打BOOMBERG這類的東西是比較不要的 就是只要他的裝甲比稍微 比平均的中坦重一點的話 他就很怕特化過的火箭筒 應該說特化過的火箭筒性價比就很大 這邊 算是子彈兵換掉一台Skart 又划算 但是子彈兵其實不用死 Skart已經死定了 他不需要發那個鐵拳 他橫數不可能跑離開相似的射程 所以剛才早一點撤退 就不用被雪曼高爆紅死 這個在幹嘛 屁股朝的敵人 ASD現在是已經 控制力透支了 兩台車都是朝向南方 屁股朝的敵人 像是分心了 像是因為這裡的 突破 形成分心 轉回來 逼退了雪曼 德軍破炮才惡心 才六殺 4號應該要撤退了 不能再前進 前進有沒有反反炮 其實是不知道的 一個地面射擊成功 但美軍的兩次地面射擊都命中 持續追蹤視野 像是還有機會補一下 沒有視野了 不知道 太可惜了 像是其實是已經裝點好了 但就沒事也 這邊損失野區三次 在雙斯嘎爾的環境下 其實不算什麼大的損失 這東西有跟沒有差別 好 接著現在還是會需要4號 因為用暴式打Skart 是最糟糕的狀態 傷害力不夠 Skart給他都死了 成功的 T4打掉一個步兵 目前VB285比192 是已經 反而由盟軍領先 文貝爾重新補上 反彈砲進入射程 彈彈 噢 一切 美軍下一次的空襲非常遙遠 因為 好 延長射程加上穿甲彈成功 超常識 那 就是因為他那個 閃兵發機槍的關係 就是花掉太多彈 像是又飄了傑克森一下 不然炮兵往前搬 可能還會再挨一發 沒有命中 第二台傑克森應該有辦法脫離視野 這邊就是一個幼兒 要是這一隻雪曼 繼續往北走才是正確的 去引誘向士 只要向士能夠打到北邊的雪曼 他絕對會被撤襲到翻掉 所以 像是這個動作就是找死了 雪曼要是當初在這裡 你絕對能夠躲到建築後面 取得安全的掩體 所以不用擔心 只要能夠引誘向士 朝這個方向過來 下面的傑克森 就可以兩台上去把它弄死 我記得現在 全部已經被炸掉不少血了 呼叫TOT Barrage 這應該是沒了 剛剛好的傷害力 成功用指揮炮 地面射擊打掉一隻 但是指揮炮斷腿 敵軍剩下126VP其實沒有太多時間 但是機制爆掉了 所以西德能夠有的選項也不多 他機械花戰有開 所以 這個工兵可以升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可以選擇出撲馬 撲馬對傑克森其實有一定程度的威脅 因為傑克森的裝甲冰棒 撲馬在對到傑克森跟這個 因為 速85的時候其實都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 對到螢火蟲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螢火蟲是 單下傷害高的 他打不麻的 這個 非整數攻擊次數其實是 會給不少的威脅 雪慢 三星 停火成功躲過 利用這個較長的視野 哇 像是 操作失誤 大悲劇 沒有用到 沒有用到 倒車指令 現在整個被傑克森追著屁股打 結果 指揮 指揮爆現在居然在下面打Scot 慘了 現在趕上來支援可能也來不及了 只打到一下 沒有開Token 3 Point 飛機 他剛才要是有開瞄準弱點的話 像是現在還不至於死 但 還是得死 只是說 不會死在這一隻傑克森手上 指揮爆打兩隻傑克森 這應該沒有懸念了 等一下就死了 還追啊 欸 指揮爆你瘋了 你移動射擊 金兔甚至沒有比傑克森好 就只為了打 就只為了打這一下 84分其實德軍差不多可以投降 這個時候掉兩隻大裝甲絕對不合 撲兵的反攻抓到一門反彈炮 但上面東德也損失差不多了 一將現在其實也沒什麼東西了 雖然說他剩餘的資源比較多 希德的 損失也是基本殆盡了啦 沒有東西了 一將 跳掉了 那到這邊德軍算是正式投降了 同步錯誤應該是玩家跳光 嗯 我聽說盟軍其實前期的優勢是有的 只是BP沒有夠過好 然後 德軍沒有準時出裝甲這件事情 對他們自己 早期 就是累積下來的這個 穩定的資源收入 其實轉換應用的不是特別好 東德跟希德合作的時候 直升T4可以理解 那 直升T4之後的主攻方向是錯的 就是 應該要打希德這一側 然後 希德的話 持續進攻油料又要是沒有成效的話 重心應該慢慢的轉向中場 那這一側的話用這個 在步兵炮成型之後再來繼續施壓 因為有這個步兵炮的煙霧彈跟間接火力其實是蠻重要的 尤其是對方走這個 走這個 親戚槍的時候 如果是有解鎖武器架的BR的話 步兵炮雙門的效益會稍微差一些 但還是有 然後 尤其是後期的效果會蠻差 但是 像這個美軍步兵保存的狀況這麼好 而且等級這麼高的情況下 兩門步兵炮其實是 蠻有必要的 那 東德算是其實前期維持的還不錯 ASD前期北邊這邊取得的成效其實是蠻小的 那 後來在東德憋T4的這個過程中 確實讓東德損失了不少圖控 那 但前面累積的優勢其實也一直都還在 所以 不至於馬上一泄千里 但 後來的狀況就是那一台雪曼 但確實讓東德很難回到原本的圖控維持 就基本上大部分的時候都是五五開 甚至是叫吃虧的狀態 那SCA的是真的OP SCA出來之後 希德的步兵幾乎是完全被屌虐 然後他又沒有像雪曼那麼好殺 因為他不需要像雪曼直線射擊 也不需要像雪曼走到那麼前面 所以 造價又便宜 SCA死掉的時候其實你也不是那麼心疼 所以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OP的單位 現在比較合理 以前是超級OP 現在是OP 那 要找出這個盟軍勝利的MVP單位的話 我必須說 貢獻比較多的 就是整體來看 貢獻比較多的應該是 Captain Link這一側 但是 Captain Link這邊的單位 沒有辦法 那麼好選出 表現特別出眾 反而是ASD這邊 他的 這個步兵砲 跟 那個Pet Finder 起到的作用很大 尤其像是最後這個 像是的 追尾擊殺 這都是因為Pet Finder的視野去造成 他能夠很遠的知道敵人在幹嘛 那 能夠去掌握到這些機會 那 早期來講的話 步兵砲表現比較好 Pet Finder早期的應用 其實不是很成功 那其實到後期 跟車輛配合 還有 掩護自己的單位的撤退時機 其實Pet Finder起到的作用就很大 那 最後我還是決定 MVP單位應該要給Pet Finder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這一集的鐵十字戰鬥轉播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希望大家還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們